和女篮的姑娘们一样 今天下午呢 中国男篮的小伙子们 也进行了奥运热身赛 对手是澳大利亚队 结果呢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小伙子们却在末节崩盘 以55比66 输掉了比赛 澳大利亚队与中国队 在奥运会上是同组对手 双方对此次热身赛 也非常重视 均排出了大部分主力球员出战 中国队除了一键连之外 其他队员均会在 本次系列赛中出场亮相 在第一节落后的情况下 中国队在第二节掀起了 一个小高潮 改变了场上形势 郭艾伦是中国队 得分最多的球员 他全场拿下了15分 没有核心搏骨兔的 澳大利亚队 实力依旧非常强大 全场比赛的高潮 出现在第四节 双方不约而同地 将火力移至外线 克劳福德左右了比赛的走向 他先后命中4G3分 帮助澳大利亚队 彻底拉开了比分差距 克劳福德此意 一共投中了5G3分 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 55比66 中国队末节崩盘 输掉了比赛 赛后 中国队主教练邓华德 对球队的表现还算满意 他认为 这样激烈的对抗 有利于球队的状态提升 后天 两队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 对球队的带争